哈喽一探究竟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斌 然后我在陈情令中饰演的是温宁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陈情令拍摄的幕后当中 发生了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那就来跟我一起一探究竟吧 我们今天的拍摄的戏份呢 是在贵州省的罗斯科瀑布 想知道今天拍摄现场的小伙伴们都在干一些什么吗 来跟我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哈喽大哥 嘿我没哭 好撞不到好 那我今天过来呢 其实你带着任务过来的对我要采访一下你 好好好 我看你又在看书是不是 所以说你平时的那个就是片场打发时间的一些兴趣爱好就是 就是看书啊 主要是这个地方也没有网 就只能看书 那像我们就是还会玩一些游戏什么 你是不是平时也有在 肯定玩游戏啊 肯定也会啊 厉害吗 不厉害吗 我觉得你挺强的 大哥你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聊一下 你在剧中饰演的这个蓝锡城这个角色 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蓝锡城这个角色是蓝家的家族 然后他整个性格是温文尔雅 然后对任何事情都抱有宽容的态度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喜欢微笑 他可以理解不一样的三观世界观 我马上要去拍戏了 然后我们下一个场景再见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夸她 我经常夸她呀 所以 简调 对 我觉得她打的是挺帅的 因为她跳舞跳的好嘛 打的是挺好的 你们两次可以交流一下 就像这个拍打戏 或者说这首戏就是拍吗 打戏其实交流的比较少 因为其实都是武术指导 然后会教我们一些动作 然后我们就是学 然后配合就行了 看这个有没有在横店的时候黑的 你和王一博你感觉你们两次晒得比较黑 王一博好像来贵州晒黑了哈 然后在横店的我比较黑 因为横店热 我流汗带不住妆 防晒喷了也没用 然后在贵州比较凉快 就没有那么容易流汗 但是就贵州比较容易肿 好 嘿哟 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不夜天城的外围 对 然后那边是城墙 不夜天城的城墙 相当的高大 大家我们现在在拍哪一场戏啊 不告诉你 我怎么场面这么大 你 错了 你 你 为什么是错了 刚好啊 既然你来了的话 等一下我们就不用道具了 错过羊虎 来吧 我们是改信了吗 为什么是我错过羊虎 错过羊虎温宁 哇好巧 这不是温宁吗 哎你怎么在这 是的我被两位老师发现了 对我是温宁 其实今天过来呢 就是想要采访一下你们 呃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 这个陈钦丁这个剧组里面 的组 7是谁 这还有 我问吗 你架子都摆好了 我 我没有 为什么是我呢 王一博老师你说一下 哎我也不知道 我就跟着大家就是一起 嗯嗯 跟着一起打我是吧 对我就跟着大家 就就 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打你 下两点王一博 好那我们现在是在长府里面吧 呃 你们的长府都有些什么戏 其实就是长府被灭门之后嘛 然后要剧组嘛 然后薛羊那边就引出来了 小新城跟宋兰这边的一条线 其实是一个很悲剧 然后有一点 阴森森 然后有一点吓人的这样的一个 场景 嗯嗯 然后我们网友呢想知道你们两位 谁的腰更细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你戏还是他戏 我不知道谁戏啊 我没有量过自己的腰 我也没量过 但是感觉他怎么会 在这戏里 你的也不差 没得上个女后 去扮演一个人性和量戏 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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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是要我来 我来拿你戏 我来拿你戏 那我怎么了 就这 我这这两个 好想给你们放在那里 可好 漂亮吧 不是这个因为差不多 你知道吗都 哎不对啊 说差不多 就我公正的说一下 真的是差不多 差不多